好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一套8000价位的 英特尔时代酷睿i5加2070S的光染灯光同步主机 注意这次灯光同步不是华硕的 是七彩虹的 之前我是做了一期4000价位的七彩虹性价比主机 那么那一台机器大家也一看就知道比较gay 除了CPU和电源 其他都是没什么看头的 那么这一次我依然是选择了七彩虹 不过不是全家桶 是选了它的三件套 那么机器我也装好了 性能我也测试了 也在视频的开头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不知大家对这台机器的整体外观做什么评价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一下 性能和游戏测试部分 我会在后面单独给放出来 先介绍一下配置情况 整体的配置和价格 可以看一下屏幕上的一个图 下面我会细讲一下配置方面的选择 以及它的规格如何 CPU是英特尔实在酷睿的i5-10400 六核十二线全核锐频四G 带和弦的版本 再提一次 如果你只是买回去打游戏 没有和弦的需要 买屁股后面带F 没有和弦的版本 主板是七彩虹的C1系列的 B460 Gaming Pro 可能有朋友不知道 七彩虹C1系列的产品 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好比是华硕的TUF系列 针对非超频玩家和电竞需求的玩家的游戏玩家 打造了一个系列产品 对比自身的话 就是比战斧好一点 然后比iGame差一点 但不管定位如何 如果只是对标华硕TUF系列的主板的话 这个C1系列的主板看上去还是比华硕的用量要足那么一点 首先它的配色是一个航空母舰式的银白色配色 个人感觉还是可以比较耐看的 然后它还提供了两组5V3幀和12V4幀的RGB接口 然后就由主板开始了可以支持ARGB灯光同步的选择了 散热器是乔斯伯的CR1000GT 四热管的高有158毫米 如果喜欢这款散热器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一下机箱的线高 或者选择它的一个小款型号 叫CR1400也是支持5V3幀同步的 显卡七代红的2070Super的Vulkan 也就是火神 火神就不用多说了吧 价格清明 样式炫酷 背板带灯 它的侧边还有一个可自定义的LCD的屏幕 然后我这个是不带X的版本 只要3999块钱 内存是七代红的3000套 最后一件C1系列的8G2666的灯条 299块钱一个 没有套条的选择 外观的话 它是一个银灰红的高达配色 然后一个铝材质的外壳 还有一个业内标配的一个拉丝工艺 然后是美光的颗粒 说一下 它的这个导光条上面还有一个磨砂处理 让这个灯光看上去更柔和一点 最后三样东西 首先是固态 凯霞的RC1500G 之前做过评测了 这里就不说了 然后是电源 iPad AN650 这个也没啥好讲了 该有的都有了 机箱是TT的起航者V3 200块钱的中卡机箱 侧面板是钢化玻璃的 前面板也是一个侧透的 还支持上360的水冷 最后就是这个机箱风扇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贼钟爱这个乔斯伯的FR701 没点亮之前 它是满满的一股塑料感 但是点亮了之后 我就感觉看着很惊喜 它5V三针 也可以一托二连接 然后说一下 如果你也想买这个扇子的话 你的主板可能没有那么多的小4PIN PWM控制的一个接口 你需要去买一个极限器 把所有的风扇的供电线给串起来 极限器的话 我买的是九州风扇的FH10 也就是可以接10个 价格也不是很贵 我是9块9 介绍的我也都介绍完了 测试的也都测完了 那么这台整机 我还是需要把它处理掉的 我就先自砍一刀 7777块钱 顺风包邮 支持帮下游戏 买就送一个神秘的鼠标垫 等一个有缘人来跟我PY一下 那么我是PY狗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